北投社区位于草屯镇西边最北端 农地以种植水稻为主 而社区年轻人除外工作 农忙之余留下一些长辈独自在家 会让长辈能多走出户外 于104年间正式申办关怀据点 活动内容相当丰富 由结合如节日端午节榜漏众 或是陶笛研究班 及太古班 静态书画等 丰富饮法族的退休生活 我们当初来成立这个基点的时候 是因为我的社区 是一个比较老的 比较老化 人口都青壮年都外业了 都老了我们这些事大 都年纪比较大 他们每天 每天都是看电视 不就是怎样拿电视看 又都无憾人出去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这个环境很好 当初我们和理事长 和我们这些理工师 这些就大家觉得 一致认为说一定要来把生理起来 所以我们这些案子目前 真的有那么多人来参加 这也是我们社区 对这些长辈的关怀 这也是我们社区的新的希望 是我们社区的新的社区 那我们社区的新的社区 我们社区的新的社区 面对高龄化社会 为了培养银发长辈多元才艺及兴趣 北投社区发展协会 特别聘请老师 指导长辈学习陶笛 希望透过音乐的陪伴 更丰富长辈心灵 而吹咒陶笛要有音律感 这对长辈是一大考验 长辈们也一再地学习 不服输的精神 让老师感到相当敬佩及欣慰 北投社区 就是来学的学员 都是比较年长的 是要多费一点心 如果年轻人一两次就可以 那这里恐怕像五六次 他们才懂 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音乐 尤其看柬埔连看都没有看过 有多连读书都没有读过 所以连那个试字也很难 所以也要算拍试 所以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可是呢 他们很用心很认真 有有讯趣 就很想把他协会这样 那我觉得我能够这样做就是跟这些长辈一起分享 我觉得很值得我来这里做 到底的特色 它就是膝带方便 你可以拿着那个乐器 放在口袋出去 你如果带着播放器 在山上如果去散步走路 就可以在那边吹 我们的学员出去爬山的时候都拿出来吹 大家听得都听得好好喔 在山上吹比在我们平地吹更好听 它会什么呀 它会回声 那个声音都会回来 所以声音很好听 大家出去都吹得很高兴 我们有了年纪就是说 希望说自己写一点东西 可以跟别人分享 北投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胡美月表示 有长辈表示 在国小的时候就有接触过陶笛 所以选择开设陶笛研究班 也能借此唤起长辈的儿时记忆 也借由陶笛将情绪抒发出来 让长辈的身心灵更加健康 因为是人口比较老化 而且乡村地区 陶笛算是说比较怎么说 在他们来说的话 陶笛是一个比较他们儿子的记忆 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些长辈 他们说他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国小的时候曾经吹过笛子 所以他很喜欢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些长辈 其实借着陶笛 然后声音的传播 让他们抒发他们的情感 然后借着这样凝聚 社区的领距力这样子 长辈他们也很喜欢 陶笛外形轻巧可爱 膝带方便 直发简单 在老师的指导及志工的鼓励下 长辈们已玩出兴趣及自信 也为平淡的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而长辈们开心地表示 来到这里不但有朋友谈天 也有老师指导学习 感觉相当的充实 对这些有兴趣 我就是说 住家里 比较欧巴刺 我怕当时 头开始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难 头开始 比较逼 比较难 比较 比较 厨呆 还是什么 以前的爸爸就是 在这些都要做什么 做什么就不好了 就在這時候想說外道處在家裡 家裡有很多平衡 老鼠也很厲害 老鼠很尷尬 心情覺得很好 如果自己沒有什麼鬆開 自己沒有什麼 就頭部拿出來瘋瘋的 心情就比較好 想說人家在家裡來學完 學到很趣 味道還很好 不太長太細 很乾淨 不太黑 他耐心學 我都每天來學 學一期不知道多久 我忘記了 說第一次 回到家裡都拿出來瘋瘋 而在草屯鎮農會資源益柱下 增設了高齡太古班 每週一天聘請老師前來教導長輩們 讓這些長輩更有活力及自信 北投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胡美月表示 看到長輩們臉上開心的笑容 讓他認為辦這樣的課程非常值得 也感謝縣府讓志工們有專業的訓練 能來服務這些長輩 也對於志工的辛苦付出 表示感謝及贊許 我們這一個社區的太古班 是我們最近才成立的 這個計畫呢 這個價位是我們什麼 我們社價位 我們社區社價位 把崙毀申請的 崙毀幫我們補助 補助我們的太古 我們叫教請老師來幫我們補助 因為我們會辦這個活動 這個太古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社區對古年 才成立而已 我們是要讓我們的長輩多元學習 然後讓他們找出他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譬如說我們有做過國畫啦 書法啦 然後畫圖啦 這些還有紙雕啦 然後還有陶底 然後我們每一次做完的時候 我們都會找 我們志工都會找五個長輩 就是隨機的抽樣 給他們問見調查 他們會發現說 他們也很韓 不會不是很好 他們也不會說 可是我們可以感覺到 他們喜歡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最近開這一個班 才發現說 他們真的是想要打鼓 然後我們在想說 問問他們為什麼想打鼓 因為其實打鼓是透過大肌肉的運動 因為我覺得長輩他們還有感官 有沒有 然後他們的聽力這樣子 所以目前這一個 這幾個班 班隊中 最喜歡 他們目前問見調查裡面 最喜歡的是太鼓這樣子 我們也繼續再申請 然後我們也請志工下去培訓 然後講師 就是說經費用完了 講師沒了 接下來我們就有種指教師下去教 因為我們有現成的鼓這樣子 因為我志工很多 然後志工也都願意這樣子 在老師的指揮下 長輩們手持鼓棒悄悄打打 除了腦子要記節拍 還要注意其他人的手勢和知識 一邊哼哼唱唱 各個性智勃勃 越打越有精神 越有活力 太鼓節奏簡單 不少長輩表示 經由打鼓的舒緩運動 對身體靈活度及健康 也有正面的提升 帶給他們相當多的歡樂 感謝農委會 給我們這個機會 超頓町公訴 給我們這個機會 給我們輔導 給我們這個北斗泰國班成立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是大人 他的動作功能其實都不太好 但是因為這個泰國 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 像一、兩、三、四、五、六、七、八 這是他們從小到大都會效 所以用我們的方式去跟他們講 講幾個 我們嘴就要黏幾個 可能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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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們黏一就是一、一、一、一 我通常像我在講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說 一、兩、三、四、五、六、七、八 我們說八個 就能反覆去練習 練到很習慣的時候 才又跟他們說 我們等一下要換什麼動作 像剛才我講的時候 我有跟他說 開火 要開幾滴火 他們也是能增進他們頭部的經驗 也有說七個 旁邊說兩個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的歡迎都不太好 但是上到現在的時候 有發現說 他們的動作 還有頭部 大家都會發覺 記不起來 記不起來 但是到最後他們都記到 算不錯了 他目前來看 上兩、三個口 這樣算很好 所以這對我們大人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順口 也是一個很好的身體 全身的運動 對他們來說都很好 社區長輩表示 太鼓可以運動 還能訓練手部肌肉及反應力 也希望能夠多參加相關活動 培養正當的娛樂 讓晚年生活更多彩多姿 最終四個月了 不錯 因為那些有這樣 幸福都有燈盪 這樣有那個 有那個 那個台東 要記他的那些摺牌啊 還記他的那個 那個 他老師幫我們教的那個 那些動作啊 對啊 我們都也要記了 他們教的那個 台東很好 因為我們這裡的年齡都很多了 這都六十五個就都超過了 迎接高齡化社會 除了政府必須從生活技能改善之外 也希望透過社區關懷據點的推動 鼓勵還沒有參加的長輩們 能多善用社會資源走出家門 快樂學習 議員檢檢賢也期盼縣府 能多重視銀髮長輩的各項福利 並能多挹注經費 讓長輩的退休生活能更多才多姿 百度發展協會 社區發展協會 我們的王理事長 還有我們的福總幹事 都一直在推廣 我們熱靈 就是我們這些老人的時候 可以這樣走出來 可以來社區關懷 很多老人真的不走出來 結果都總是悶悶不樂 而且優異 2000人都總是不會很快樂 所以說為什麼叫熱靈 如果走出來 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快樂 學習很多東西 而且還可以 讓我們這些熱靈 比較多的長輩出來 有很多東西 而且還做到很多健康的地區 而且最簡單的健康檢查 包括他們可以學到一些小的記憶 雖然沒有辦法說是開創業的事情 我相信他們學到的絕對是最快樂 要讓他們做起來 這樣感覺很實惠 2000人讓這些孫子 感覺說 哇 受益良多 所以說在這裡經驗在這裡呼籲 我們這些 一會這麼大 熱靈 這些老朋友 可以走出來 讓我們的社區更活絡 讓社區 可以很快樂 有很多很多我們需要的東西 社區關懷據點 提供長輩休閒娛樂及交友的去處 期望長輩們能有空多出來走走 透過課程活絡身心 也因為社區志工們無私的奉獻 使得關懷據點的推動 相當的順利且內容多元 並且也受到肯定 而社區人才和資源豐富 相當具有潛力 逐見社區成員的向心力 與團結力 民意新聞洪一輪 莊明君專題採訪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 下集團